Sami 看著有什麼地方有事 好 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珠葳青年說 黃港珍珍珠篇第二篇 恭喜發財 首先講一句 我們很榮幸今天可以邀請到Sam Hello 這個呢 中小企 營運資訊平台的創辦人 SM-11 這個名字我自己都不太記得 即是叫中小企營運資訊平台 其實可以解釋一下 或者簡單介紹一下是什麼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 我們現在營運中一個 就是SME Lab 剛剛才剛才提到 中小企營運資訊平台 做些什麼呢 透過線上和線下 提供一些中小企營運知識 給我們的會員 例如有些老闆 管理層 和普通一般的職員 等等等等 讓我們學習一些不同的商業技能 然後令到他們在打工也好 無論創業也好 令到企業可以更加實現 原來是這樣 即是有些品牌 商業技能 再加一些教育 但聽聞你之前 未創辦這個公司 之前 又是另一個公司的老闆 就是一個攝影公司 都是有些品牌的 但由這個藝術 突然轉到這個科技 你會覺得有點難 或者是為什麼 你會驅使你這樣做 是的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的業務 都是幫助我們的客人 去成功的 令到他們的產品 或者服務 更多人認識 之前市政公司 就是透過我們的包裝 影像包裝 拍照 拍片 和FooF 令到他們可以和客人 更多不同的互動 他們的產品和服務 會更加更多人認識 其實我們都沒有變過 只不過今次這個中小企的營運平台 就會是更加多的知識 令到我們的中小企的一些老闆 剛才說的職員 多些不同的營運知識 這樣就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更加做得長遠 除了包裝之外 而且知識也很重要 因為創業 或者打工生涯 都要不斷學習 那我們就提供一些不同的課程 一些不同的資訊 等等讓他們學習 哦 原來是這樣 但是有一件更爆一點的事 就是你在創辦這間公司之前 其實是剛剛出來畢業 就是剛剛畢業 或者你是打過很少工 但是怎樣會推使你去一來就創業呢 因為你不會覺得一來就創業 就好像會碰很多板 其實這個是一個機緣巧合 就是當時有機會給我嘗試去創業 都大膽的 叫做大膽的 但是在學習當中的過程裏面 其實創業是比起我可能打工 體驗是有更加多的體驗 更加開心 甚至乎我們學的東西 會比起我打工的時候會更加多 那當然你現在問我 究竟一不完畢之後 創業好還是打工好 那我建議其實打工才會比較好 就是拿下這個社會的經驗 就是認識多些不同的人脈 就是拿多些人生的經驗 才去創業 會令到你創業的生意 會是更加理想一些 因為當時我自己就是 麻糟糟糟我又沒有人脈 又沒有資金 又沒有任何資源去創業 其實會比較辛苦一些 但是當時就有機會給我嘗試 結果一直創業 就是十多年到現在 原來是這樣 但是剛才你也會說 你也建議是 你再出來去花一班 之後再拿一些人物 或者資金 儲點資金 那你覺得其實在資金人物方面 哪樣比較難呢 在你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或者是可能再有其他東西 是你覺得最艱難的 有沒有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是看不同的業務 應該這樣說 我想創業 不如我三件事 首先你要有技術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要有知識 第三件事 就是你有資金 譬如我很有資金的 我創一筆生意 其實基本上 我可以不需要 適入我的技術 我只是知道 我的筆生意要做 我就請人回來做 那 剛才有第二件事 那究竟我要贏脈 還是要資金 當然要得到一個麻糟 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要一個技術 首先 我本身是攝影師 為什麼我創辦攝影公司 因為我有這個技術 所以我就是創辦攝影公司 基本上我不用靠人物 靠我的技術就可以做 第三件事 如果你有沒有資金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行業的知識 即是你不一定要有技術 有一個知識就可以創業了 這樣 那這方面可能需要的東西 就會多些 譬如你要需要人的幫助 你也要人物 也要資金 這一點就會比較困難些 所以呢 如果真的創業 最好有頭兩學就好些 有資金或有技術就好些 當然不同行業有不同的 一些要付或者需要的東西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好吧 不如我們講回你一開始講的 中小型的企業營運資訊平台 其實這件事 我都講得有一點點 噁噁噁噁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你會一開始去接觸這件事 或者是有什麼推示 你去決定要成立一個這樣概念的公司 最新消息 呃 其實 剛才我都有提到一點點 就是說 我們發覺很多客戶 很多不同的創業的老闆 他對於營運的知識 其實不是很足夠 那很多時候 100間企業裡面 其實只不過是只有兩間 或者甚至乎一間 他可以超過三年的營運期 但是多數都是 可能他頭一兩年已經死了 那我們眼見有這個問題 甚至乎是 在香港再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沒有東西可以選擇了 出到全部都是一些大的公司 是不是在大的超市 我們沒有實際報紙可以選擇 那我們看到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整個團隊都幾一致 就認為我們必須要做這個業務 那在創這個業務的時候 我想開頭都有一些得意的位置 很多人都會支持我們 因為他們覺得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地方去學這些知識 甚至乎是外面的方向比較行 我們就會透過線上線下 無論你在網上看的文章也好 甚至來到我們現場做一些互動體驗也好 其實都是可以透過不同的互動 可以了解不同的知識 你可以發問 你可以問現場嘉賓 甚至乎我覺得我不想接觸人 我就可以在網上看 其實是一個多元化的平台 除了可以去那裡互動 可以跟人聊天 聽問你還有一個SME體驗館 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SME體驗館 其實是一個實體的地方 我們當中 除了剛才說可以上課之外 我們都放了一些不同的科技的電腦 以及一些技術吧 透過一些互動體驗 可以讓中小企知道 其實他們可以透過科技去做一些轉型 甚至是一科技可以幫助他們 改善到他們業務的生意 推廣 管理等等 所以這個剛才你問的 就是中小企的體驗館的原因 甚至是詳細的情況就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那時候你就要有一個line 然後再發展一個line 其實你那個時候會不會 有什麼驅使你去發展多一個line 因為我相信你自己管一個line 譬如我自己管一個line 我也會覺得很辛苦 為什麼你會覺得 不如我多開一個line來管 這個就是建基於同事的合作 因為同事給我力量很大的 就是最起碼我放心 他們可以把第一條line 可以營運得比較暢順 那我才可以去做第二條line 那我甚至乎 其實每一個生意都會有一個週期 我們這樣認為 其實每一個週期 我們都有一個變化 其實去到某個部分 我們都覺得我們業務 差不多需要去另一個階段 那我們就整個團隊同事就想 我們究竟去做些什麼呢 如何去做一個變化呢 從現在就想到這個資訊頻道出來 好 原來是這樣 我覺得你講了一個很新奇的位置 就是講週期這個問題 我相信其實很多人都會沒有想過 即是沒有什麼想過 或者仔細去想 其實除了週期之外 你會不會覺得有一些創業的提示 即你是專家來的 所以可以提供給一些年輕人去想 那就可以光載他們的創業 首先創業一定會有一個 即是你觸動到人的抗點 即是你在解決一個什麼的問題 譬如我做攝影公司來說 其實我在解決客人不會去做包裝的問題 開創辦SME是因為我在解決一個知識的問題 原來我們經營一份生意 我們是沒有知識的 我們是不會經營的 那麼我們這個SME就是幫助大家 去解決一個知識的問題 所以當每當一次你要去做一盤生意的時候 首先問一問你自己 究竟你能夠替社會 替你的客戶解決一個什麼的問題 替什麼的痛點 從現在他可以享受到這個什麼的服務等等 那你才可以去走這一步 當然創業不是只會解決痛點 找一個問題就可以去做 那怎麼可以一點一點實踐下來呢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idea是有很多的 每一晚可能你有20個idea 但第二天起床之後 你就可以全部都沒有了 或者你就走回原路了 那怎麼去實踐呢 怎麼執行你的idea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呢 還有呢 剛才呢 有一個位置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就是呢 你說啦 你開這個SME lab的時候呢 其實是很多人支持你 那這個是有一點點令我驚訝的 因為通常一來就創業 或者是一些很新的東西 其實很多人都不敢試 特別是 即是 香港可能很多人比較傳統 比較保守 那 其實你覺得這個位是 你會覺得中間是否最艱難的位置 還是一開始很多人支持你 是最艱難的位置 即是可能分享一下 你創業最艱難的位置在哪裏 其實創業呢 最艱難是開始 開始是永遠最容易的 你租一間店鋪 你去做裝修 你扔有錢下去 其實有師傅幫你做完所有的東西 最難你怎樣去 一點一點 剛才說十錢會拿來 你怎樣去解決問題 因為一個創業家 最基本的條件就是 怎樣去解決問題 因為你創業的時候 你想得很輕鬆 很簡單 但是每一天都有很多問題 會產生出來 例如員工 同事 科技 等等 所以 我想每一天都要想一想 究竟 你是怎樣去將 你談的一些問題去解決 這是最重要的 哦 原來是這樣 那好吧 我們今天謝謝阿San 我相信大家 哦 我相信大家 都會得到很多 關於創業的知識 謝謝 謝謝 耶 這麼快